近日天津知名牌球网友 爆料了一则消息 当初朱婷回归是体育总局运作的 而牌管中心事前不知情 同时任何事都有备份 比如牌管中心 又任命了一位副主任 所以如果中国女牌请外教 也是很有可能的 这个消息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该网友的爆料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从朱婷回归国家队的发文 就可以看出 他当时写道 河南体育局 国家体育总局的各级领导 和国家队都非常关心 多次找我沟通 开岛并鼓励我 这两年来 恩师郎岛多次鼓励我 重回国家队继续为国征战 从这里可以看出 朱婷回归女牌 主要是国家体育总局做的工作 他在回归发文中 并没有提到牌管中心 说明后者一定并不想他回来 那么网友的爆料 确实有了可信度 从一些端倪来看 有几拨人在博弈 朱婷归队 可能是体育总局促成的 但赖亚文主任知道 蔡斌可能后来才知道 急着存在斗争博弈 既然如此 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女牌原本能进四强的 结果由于蔡斌的执教水平太低 而被淘汰 相信体育总局也看在眼里 所以请外教也未必不可能 男牌不是请外教了吗 不过目前来说 伍德蒂和拉瓦里尼都不可能 一方面伍德蒂成绩并不好 而且他还兼职俱乐部的教练 外教如果兼职俱乐部的话 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伍德蒂可以排除了 而拉瓦已经跟波兰续约了 所以他也不可能 如果真的请外教 肯定请那些不兼职俱乐部的外教 就像海宁那样 当然中国女牌也可能不会请外教 因为这次奥运第五 还没烂到根子里 所以牌鞋还不会动这个念头 不过国内的教练 尤其是那些男牌出身带过地方队的 还是不要带金字招牌的女牌 毕竟自己都没拿冠军 怎么直叫冠军之师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 你的牌球生涯已经足够高光精彩 比赛总有输赢 尽力拼过就没有遗憾 这次输球让逼者想到 世锦赛也是决胜局输给意大利纳次 同样的遗憾难受 但纳次是朱婷巅峰时期 也是女牌最有实力的时候 就是差了两分 现在朱婷到了职业生涯后段了 女牌也没有绝对的实力 更没有狼倒这样的教练 朱婷的哭真的让人心碎